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 今天的节目可能会短一点 因为话题不多 你会看到 为什么香港话题不多呢? 原因是因为 有11位官员受了美国制裁 你听到是收了声音的 最明显的一个就是689 是完全收了声音的 现在他们只会一直在说一些抗疫的东西 国安法就不敢说 其他黎智英那件事又没有了夏文 周庭那件事又没有了夏文 你出动了200个人去抓他 他应该犯的法很严重 为什么 差不多整个星期 起码都有4-5天 但你看到 没有了反应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明显是因为 香港很多人都感到光荣 林郑今早就已经说了 她说她的信用卡已经不能拆 不能拆信用卡 但她仍然感到光荣 我相信她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感到光荣 可能是她余下的整个人生 可能是她余下的整个人生 不止她感到光荣 她的老公、她两个儿子 或者她还有在堂的父母 应该都仍然在她余生感到光荣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美国的东西都不会用 这是第一轮制裁 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是关于钱费来往方面 其实美国如果特朗普 穷追猛打的话 他可以再加大制裁 如果特朗普将你 行国安法当作anti-human 的话 你就不是帐目上不能够用 你所有美国的服务 你都不能够用 所有全球 和美国做生意的公司的服务 你都不能够用 现在只是帐目上 所以她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感到光荣 因为她可以用银联卡 她可以用支付宝 她可以用微信支付 但是你用支付宝就不要 不要拿着信用卡 是不是? 你用微信支付 又不能够拿着 跟美国有帐目有关系的银行 那你又不能吃麦当劳 那你又不能够去油站加油 那你的儿子也不行 那你老公也不行 那你父母也不行 那你父母也不行 那你全部都只能够用中国 但是 如果你在中国 我突然想看Netflix 不好意思 你是用不了的 那他卖一支可乐给你 那他可能是犯了 美国的Sansion 你只能够饮王老吉 所以某程度上来说 她的余生都应该会感到光荣 因为她每一天 她每一天都会感受到 祖国带给她的光荣 是吧? 你又不可以用Microsoft Office 就是你 要是用盗版 那如果是 你就找一个所谓连体英 你做完所有事情 就找连体英帮你做 那我们稍后再说 说完肥华 我都 今天我就不知道 那个数字是多少 但是我真是可以 今早看这个职工盟 今天早上开的会 其实他已经说完 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香港政府抗疫 是垃圾化的 垃圾化 gabbage 垃圾化 垃圾做到 也有读者留言 为什么你不说立法会 我都今天说 一点点立法会 但是 为什么我不说立法会 其实我觉得现在整个立法会 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整个立法会 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立法会 根本就是没有存在价值的 nothing to represent 它是没有代表任何东西的 这个立法会 是 不知道一班什么人 走进去 每个月拿十几万人工 是这样的 我们会认读者要求 我都说十几分钟 但其实大家看到 我不想说立法会 因为为什么 没有意义 还有存在意义 这个立法会 好 那我们的patreon 连结在下面 那大家每个月用5元鸡 就可以支持到我们的后备频道 那今天我们的鑽石狗组合 是在厂新高的 去到156% 那美银组合就没什么变化 都是39% 5个月 就去到48.77万美金 那今个星期 我们的香港美股 财经R就会说这个煤气 那因为很多读者都拿着煤气 那我自己都拿着很多煤气 那大家就留意 今个星期四的香港财经R 美股财经R 好那照旧 那明晚我又会放回 第二期 应该是6月份的 投资日子收费版 在网址里面 那大家如果想订阅 投资日子 或者YouTube 投资筆记8月份的话 都可以付费的 因为都是去到一半的 那大家 看回片尾付款方式 有任何问题的 电邮给我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那这个是今早 星期二早上的新闻 那虽然现在 即将有三号风球 那也是下午才会有 那我现在在录音的时候 是早上的11点45分 这个所谓制裁令 是不会消失的 是没有连期限制的 直至到受制裁的人 不再存在在世界上 这个美国的sansion 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即是说 你如果要 取消这个制裁的话 你就要故意去跟 美国当任的总统 拿个exemption 只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取消这个制裁令 就是你要 找当任的美国总统 拿exemption 或者暂缓某些制裁 或者俗称叫减纳 那伊朗有很多 是极度有钱的人 我曾经说过 他宁愿给17亿美金 美国政府要求 他减纳也不减的 因为通常制裁这些人 他都是极度有钱的 非常有钱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你不要以为 共产党就是打死了 你坦白说过 你在国内里面 有多少东西 还要拿着美元系统 你不要说在香港 你在国内 我就当你在国内 你有多少东西 是要连着美元系统 整个银行系统 四大国有行 都是连着美元系统 都是连着美元系统 你如果一路制裁令 一路下去的话 其实你真的苦过弟弟 特别是你在香港生活 特别是你在香港生活 你是苦过弟弟 因为所有的银行 是不会和美国作对的 他们都自我审查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这个制裁令 会蔓延到欧洲 或者英国其他地方 所以他们应该 已经早就会通知了 林太 麻烦你拿回钱走 不止是因为美元系统 这么简单 比如说你去廖创卿 廖创卿都会叫你拿回钱走 或者上商都会叫你拿回钱走 你真的要出深圳大湾区的电子货币才行 你真的要用电子货币才行 你在香港其实你如果被美国制裁的话 你真的寸步难行 你慢慢就会感受到不是不方便 你基本上是生活不了的 你就要找一个年体英 他帮你做了你日常的事 但是那些日常的事 很多是你的私隐 譬如说我要挥钱给我的儿子 我要买一条卫生巾 卫生巾护书保 卫生巾护书保是美国的 P&G是美国的 不过他好像停了经 不好意思 你如果买个外国的空围 他卫生巾护书保是不卖给你的 你买一件 你走进去Lincarford Lincarford不卖衣服给你的 那你要找个年体英 你试好衣服之后 你就不买 找他帮你卖 那就是说 有个年体英 他就知道你每一天所有的东西 你连拿一千元 你都要经过他 是很痛苦的生活 所以为什么美国的制裁令 特朗普未去到最辣的 现在 未去到最辣的 我都说过 如果他将你当做anti-human的话 他可以令到所有 和美国做生意的公司 都不和你 不能够和你有任何关联 即是说 WhatsApp你都不能用 现在他可以用WhatsApp 为什么呢 他可以用WhatsApp 因为没有钱在瓜葛 但是如果特朗普再打多一拳的话 你就连WhatsApp都不能用 那你就只能够用微信 但是问题就是说 现在微信被美国封 只能够在中国里面用微信 你现在长途都不能打 长途电话他都不能用 很糟糕的 他还有一段时间感到光荣 他退了院士 没问题 因为为什么院士 对他来说 Campbridge的院士 名銜 对他来说 都是因为你做了特首才有 但是 阿弗 因为他那个院士 是和他仲裁的专业资格有关的 我告诉大家 我有阿sir是做仲裁的 香港 考了牌 拿了仲裁资格的 但是 很坦白说 其实是没什么生意的 因为哪一宗仲裁的官司 扔下来给你做 就不是你做的 是上面的community 扔下来给你的 所以他基本上 他说平时一个月都没有单 但是肥华 听闻 他之前是接近一百万一个月 他有很多单 很多仲裁的单 都是无厉害给了他 或者他那间公司去做的 如果他没有了院士资格 他自己没有了仲裁的qualification 他就只能够请人去做 他自己做不到 而他那间公司 也都不能够挂这个头衔 因为你不是永远可以做律政司 最简单说一句 习下了台 这些人就要走 你没有了这个头衔的话 只有一样东西继续存在 就是美国的制裁令 美国的制裁令是永远都有效的 你很严重的 因为你现在是做商业的 肥华他本身有间公司的 安乐工程是有间公司的 你一定要跟美国或者做美元生意的 你又不行 你老公又不行 那根本就没得搞的 根本就没得搞的 所以我们就整天说 你现在这班人搞了搞 我就搞死了自己 有牌你享受 我告诉你 真的有牌你享受 你买个党胸围都不能卖给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 他不能够跟你做生意 他现在这件衣服 他只能够穿那些旗袍 因为美国佬不能够买生意给你的 他不能够跟你做生意 他卖给你便麻烦了 你又要找个联体英 找个联体英出去买东西 找个联体英帮他去银行 等等 现在他们今天 开行会都会商量如何出粮 商量如何出粮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说美国的制裁 没有什么呢 你只可以说一样 要么他们就死撑 要么就没有常识 要么就国家的光荣 令到他们可以牺牲一切 既然国家给你这么大的光荣 那林郑不用出来投诉 你投诉什么呢 你不出粮也可以 光荣可以当饭吃 你如果觉得这么光荣的话 我觉得这些香港人今晚 虽然那个限聚令 或者堂食未恢复 但是 你们仍然应该要开香槟 或者仍然应该吃花餐好的 小峰姐都是要出场 Donald Trump他弟弟 paste away 他现在应该回去 我相信很快 第二个制裁令便会出现 第二轮的制裁便会出现 这一轮可能会更高 可能会牵涉到韩正 或者一些中纪委核心成员 那时候呢 我相信就会更加静 就会更加静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制裁了他的钱 你现在制裁 凍构结了他的资产 那些才是麻烦 是吧 这个呢 就 幻灭了 这个幻灭了 那昨天 本来就说宣布可以恢复回到 去到 whatever 即是去到 8点又好 9点又好的堂食 那都cancel了 我好不喜欢张宇人这个人 那我试过一段时间 前几年我在荔枝国上班的时候 我几乎每天都见到他 他就坐我旁边的桌子 还有几个人 那我吃早餐 8点9 那他就在那吃早餐 那我差不多每天都见到他 我就对这个人完全没有好感 那但是一样东西 他这次说得是对的 你政府抗疫去到 由一月尾到现在 已经去到七个月了 经历过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很多东西都没有数据 是说出来的 是说出来完全不科学化的 是说出来的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你晚上堂食会增加了那个感染率 只需要你保持一台两个人 食物出来一个渠道 收食物进一个渠道的话 其实正常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个什么梁卓妍 还说八达通增加了 就是人用八达通 所以就会继续严重 我觉得这个是多余的 你首先知道一件事 他用八达通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 如果他用八达通 是他像杜乡那样 就一定不仅 因为你是完全全程没有戴口罩 全程大家是close contact 但是如果你只不过是搭八达通 但是你最后的活动 都是两个人之内 戴口罩 注意卫生的话 没有证据显示会大幅飙升 没有证据显示会大幅飙升 那今天呢 就有N那么多人吵 吵到他一定要出第三轮的抗疫基金 现在今天讲的第二轮呢 这个所谓保障基金是之前的 第三轮呢 他今天说应该会有 但是细节会迟些公布 但是我们经过了第一轮第二轮的抗疫基金呢 其实大部分那些钱呢 是给了个雇主的 并不是给个雇员的 很多雇主呢 就在三月底的时候呢 炒了那些员工 炒了那些员工 那他炒了那些员工 那就照保了 没什么的 跟着呢 他在四月呢 跟着之后呢 他就拿了那个 所谓的保就业 就是半个月 但是他没有违法的 他没有违法的 因为你是算到三月底的嘛 那这个问题 今天我看职工盟都有说的 就是个问题是 你不是帮着那些员工 你是帮着那些员工 我是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政府呢 是不直接派这个失业救济金 你只需要证实你在一月至到六月里面 是有东西做的话 你就可以拿就是这么简单 半个月一个月 whatever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 因为其实他 就是大家想想在香港 最多钱最多生意的那些是哪个 就是蓝色 那些酒楼那些就是蓝色的 全部 大部分都是蓝色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他主要就是把那些钱给了他们 那至于 他给不给他的员工呢 就看老闆了 但是在老闆来说 这些时候 当然是自己袋下袋 还有一件事 需要什么那么多伙计呢 特别是饮食业 大家现在进去不同的餐厅 你会见到门可挪着 只有两三个客人 人客的数量 根本有些我见到 还多过伙计 那他还怎么会 就是 这个问题是 他怎么会给伙计呢 对不对 下个月 还有没有都不知道 当然是自己立作 那今天职工盟已经说得很白的 他把我们一直以来说的 都说过 好清楚的 大家知道 为什么政府 就是我完全看不到 为什么一个750万人的城市 只是有每天四十几个个案 而要做全民检测呢 他要凝造这件事的原因 就是说 他要告诉你 现在很严重 如果不是全民检测 就出师无名 8月24日做 就是我们是完全明白的 他会叫所有 譬如说 所有政府那些 譬如说张竹军 那些 他都说很严重 那些 因为就要凝造这个全民检测的气氛 就是我想问一下张竹军 为什么由一月尾到现在 每一次都有输入个案 而政府是不避免的呢 为什么你从来都不避免的输入个案呢 为什么仍然会有输入个案呢 为什么会有隐形病患者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你看到他完全不避免的 他就告诉你 那是没意思的 始终就会爆第四波 我告诉你 香港人已经很厉害了 你想想 750万人里面 只有四十几个 那之前那些好回 麦德罗等那些是好回 他已经回家好回 那你想想机会率多低 七百五十万人只有四十几个 那你如果相对之前是零的 那就多了四十五倍 是不是 但是不是这样计 是不是 即是你是不是需要去平衡 各方面的利益呢 没理由你找了零售 地产租务等等去顶 你当然不用顶 我们经常说的 针不刺到肉就不知痛 是不是 我们经常说这句话 你现在看林郑 她就很不方便 被人制裁了 用不了卡 这个人买不了 因为针不刺到肉 是不是 你以为她的儿子 有没有吵架她 她的儿子也吵架她 喂 我明明在美国读哈佛 怎样我无故 几天后回到中山呢 是不是 我明明每天在用美金 怎样我每天在用人民币呢 她的儿子一定吵架她 就快玩到她第二个儿子 浸不刺到肉就不知痛 她一定不知痛 我每天在礼賓府 我每天在行会开会 我根本就不知道民间疾苦 原来我用不了信用卡 我星期六日买不了东西 以后 以后死了 而我的儿子也死了 他就知道有问题 譬如你郑若驊 你郑若驊 如果这么本事 你不就学林郑 我自己 可否退订这个给你 你行不行 我告诉你一定不行 大哥 如果我明天 阿习下台 我明天被人炒了 那我便没有了我的资格 是不是 不会被你再考 是不是 要针不刺到肉 便不知痛 其实特朗普 应该一早就要做 但问题就是 因为未伤害到美国人 你现在伤害到美国人 搞到他有几十万人死了 搞到要印了六万亿美金出来救市 又搞到现在 扑到特朗普怯 我便打死你 最多我没得做 最多我便连到任 就打死你 你试试再击一下特朗普 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告诉你 我最多玩到一月 其实特朗普如果连到任 反而他会温和一点 但如果连到任的话 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因为我做完几个月便没得做 现在还有一个 8月20日 9月10月11月12月1月 去到接近半年 我怎么玩你都行 他现在傻的 那你见到便会收声 因为不是跟你说笑 因为你是行政长官 你行政长官来到你行政长官都去不了美国 那你不败 是不是 好了 我们讲这个立法会 这个立法会 我是完全无意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立法会根本不代表任何东西 他只不过呢 是中央 因为 建制派佔大多数 而建制派 这一班建制派又完全 under 中共 所有的政策都会通过 所以才会出现现在这个 K型的立法会 我完全看不到 为什么只有47例 这个立法会 不可以延迟两个月去举行 我完全看不到 有些读者还留言说 他们 现在整个泛民 还支持中共的委任 再说这些没意思 再说这些已经没意思 因为为什么呢 你现在看这份建制派里面 不要说泛民 这份建制派里面 现在建制派继续留任一年那些人 是建制派里面那些人希望的吗 都不希望的 你现在走出去问一下 即使是选建制派那些人 他会不会再选这班人 一定不会 包括石礼谦 鼠王勋 李慧琼 这些为了五万元 可以被郭荣幸拖了半年的人 会不会再选他 包括周浩鼎这些 泛民就更加不用说 泛民那个初选已经肯定了 大部分的人都不可以留任 那就是说这一个所谓的建制泛民 都不是代表香港人民 甚至不是代表他们的党 但是他仍然可以坐在里面 以示 那这个会有什么意思呢 你泛民总辞 就是落他面 但是大家明白 在整个立法会里面 我够胆说 无论建制 无论泛民 有95%的人 都是为了钱 而进去做的 他怎么会不做 他怎么会不做 你问我王碧云会不会辞 王碧云一定不会辞 你除非泛民 是全部走 你走几个是无意思的 你走几个他就委任几个下去 立法会的成立 基本法的职能 是基本法给立法会的 基本法哪一条写人大 可以决断这个立法会 退一年 基本法哪一条说过 没有 什么叫依法做事 有哪一条法例 没有 一条都没有 我完全看不到你整个立法会 为什么香港只有47例 是会在这么早之后退了后一年 而香港人可以不出声 那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是吧 没意义 整个立法会来说 是没意义的 你整班泛民总辞 就是令到政府难看 都是没用 而我之前 我记得有一集我说过 99.9 他们是不会总辞 因为大部分 建制泛民的人 95%以上 他都是为了钱而进去的 包括梁耀宗 那些 我坦白说一句 他怎么会总辞 做多一年 一个月十几万 再加上津贴 差不多二十万 拿多两百多万 以后都做不了 为什么不拿那两百多万 对不对 是这么简单 你几个人辞职 根本对大共没有影响 坦白说一句 只不过是令他难看一点 但是你知道共产党没有难不难看 最重要是我的政策通过 为什么你看到他 为什么 你们快点开会 快点回来 他要通过明日大月 你说了 我可以告诉你 很快 下一届的立法会 即使有选举都好 我相信一定是面目全非 这届的 这届这个立法会 根本就不是东西 其实是 是什么 你无厉害 你以后 Q了那个选举 然后找旧时那班人下去 因为你占大多数 这两班人很明显 就不是民意选出来的 不止不是民意选出来 最大问题就是 连他们的党都不会选出来 但是这班人 就可以继续坐在这里一年 那这个立法会是一个什么会 立法会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有民意基礎市民选出来 你现在连这个东西都不是的 即是阿爷来说 行了 建制都占大多数了 全部都under我听完话的 那就继续 这样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是一个立法会 这个基本上 就好像澳门的立法会那样 大部分都是委任的 那有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的 整个立法会已经是没有意思 在我来说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多人天天去讨论这个话题 有没有讨论 你本身把立法会 撒停了 就已经是违宪了 基本法有哪条写着 你人大可以做这个决定 没有 是不是 而你事实上 也不需要做这个决定 是不是 谁告诉你 9月4日不算得 现在为什么不能做 每一天 只有那四十多例 为什么不行 我反问一下 为什么不行 那你港交所又可以不用停工呢 我打风都不会停的 港交所是 那大家就想一下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就是 那是 enough 够了 就是这个立法会 根本已经不代表民意 完全不代表民意 这个立法会 慢慢地就变成了 就是 共产党想要的 而不是市民想要的 而进去做的人 是为了分工 你全程不说话 大家看到之前 石禮謙那些大部分都睡觉 是不是 张宇仁那些大部分都睡觉 你看到 是不是 你可以不能发言 你在立法会 没有一定需要你发言 是不是 没有需要 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要再说这个立法会 完全没有意思 完全是 好了 刚刚呢 今天呢 就有news trip 今天 星期二 新增大约 38宗个案 38宗个案 那 昨日呢 就44宗 好清楚的 好清楚的 为什么个个都会说 就是我不排 就是当然 在一个医学的角度来说 他一定是说严重 好过说轻微 收紧 好过放松 这个我是绝对明白 但问题是 你有个社会成本在 你有个社会成本在 就是你要 就是你不能够 好像癌症那样 他都要顾到 我吃了这个癌症药 那脱头发就不会死 但是癌症会死 他会平衡两方面的利益 但是问题是 你没有平衡到任何利益 你只是一路收紧 收紧 但是那里已经 病症轻微 轻微 轻微 没意义的 我告诉你 很快 当开始在8月24日 做了这个全民检测 他就会告诉你 什么事都没有 现在所有的传媒 所有的传媒 都只有一个通 就是现在很严重 就是现在很严重 只有一个通 今天我看职工盟 他已经说完我们之前 KOL说的东西了 就是 完全是政治目的 是这么简单 完全是政治目的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香港人真的自投多幅 就像立法会那样 如果香港人都不出来做事 根本这个立法会 是不需要讨论的 讨论来做什么 你做十几个节目去讨论立法会 有什么好说 这个立法会就不是代表人民义的 和之前 基本法赋予的宪法权力 比基本法 比这个立法会组成 已经完全是两回事 他不止不是市民想要的 连个党里面 都不是想要这些人 连这些人居然可以留任 那这个立法会 还有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好说 对不对 没意思 所以大家看到 为什么我不说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全食狗组合 今天就增值到156% 我们的网志 地产小专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见面 那投资日志 我已经讲完中芯国际了 那我们会讲 金融街物业 和康建医疗 和一两集的投资心法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订阅 YouTube投资筆记8月份 美股港股 两个收费项目 投资日志 港股文字版150元1个月 YouTube投资筆记 YouTube版120元1个月 美股港股 那收款就是恒生中银 恒生还可以用转数块 那大家都可以PayPal付款 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 付款方面有任何问题的 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或者大家有任何评语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好吗 好,多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跟着 会有星期四的 香港财经厄务 美股财经厄务 那今次我们会讲 最新一期煤气的业绩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 那我每天都有留意 那你见到 钻石狗组合里面 很多的传统股 都慢慢押上来 比如说月秀房托 比如说月海投资 又上回 那领战 你见到它 1元1元8元8元上回 那地铁都上回40元 那创科就去到95元 那今届都上回9个多元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可以电邮给我 那如果不然 大家就留意我们 星期四的香港财经厄务 美股财经厄务 讲这个 今次 0003 中华煤气的业绩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 星期四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